五月天先前是在上海举行多场的演唱会 不过却是遭到中国音乐网红来质疑他是对嘴 而且还举报他们 对于这个假唱风波 五月天的唱片公司第一时间是发声名驳斥 主唱阿信六号的晚上 在自己四八岁生的时候也亲自发声 写下了签字文 他谈到自己每一次的嘶吼 每一场每一声都是来自于自己依赖了24年的赏资 除了真唱的否则没有其他感动大家的方式 虽然不是那种完美的天类 但自己有信心直击大家感动大家的心 那后天凌晨的演唱会会直播邀请大家来见证 并且感受这份百分之百的热情与热力 他相信自己一定会越过半个地球 来说服大家自己绝对没有假唱